恶果 一切的业都是自己造的 结果也只能自己承受 如此看来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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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OVID-1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是这个 那么正确的人是死亡 死亡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有些人认为死亡 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终结 死亡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结束 死亡死了以后 什么也没有 就是这个生命 整个的这个生命结束了 那这种观点 这种观点是非常的小极的 非常小极 就是因为我们奋斗了一辈子 努力了一辈子 最后我们的生命 就是一个就这么几十年 完了以后呢 结束了一切的努力 所有的这些奋斗 都到此就全部都结束 从此以后就是不存在 这样子以后呢 这种人生观 是一种非常的小极 一个悖观 一个这样子的人生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有些人认为死亡 比如说人死了以后呢 可以去天堂等等 这些呢 也不一定 能不能人死了以后呢 能不能去哪里呀 这些也不是 也不是我们很多人 所想想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对死亡的两个 两个极端的 相反 有些人呢 有对死亡有过度的 这个恐惧 恐惧 非常的害怕 很小极 悲观 以悲观小极的 形态 去面对死亡 这个也是不对的 那么 另外一部分人呢 就是对死亡 就 没有不做任何的准备 无所为 这样子也是一种极端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看 这个死亡呢 首先 第一个 死亡是什么 死亡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死亡是 走起行的 生命的活动 首先 我们的第一个 对死亡的定义 对死亡的定义是什么呢 死亡就是一种 生命的一种活动 它并不是一个生命的结束 而是一个生命的活动 那这个生命的活动呢 它是有周期性的 周期性的 它有一定的时间的时候呢 会发生一次 除了我们的人的这个 生命以外 比如说 存下求懂 还有每一个我们在这个 归道上的这些田蹄 他们都有一个 他们自己的这个周期 比如说 地球 还有这个月球 母形 突新 等等 所有的这个 田蹄 它在它的这个 归道上 这个 都有一个 它的时间的这个周期 然后我们的一个 这个比如说 我们地球 宇宙 它的单身 最后它的这个 结束 然后呢 又单身 这个也是有一个周期 所以万事 万物 万事万物 都在 都在这个变化当中 所有的这个变化当中的这些物质 东西 都是有一个它自己的周期 那我们的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死亡 首先我们 也可以这么说 它是一个周期性的 第一个 它是一个周期性的 美国一段时间以后呢 会发生一次 会发生一次 然后呢 它是一种 生 它是一种 生命的一种活动 它是一种生命的活动 它并不是一个生命的结束 这是我们对死亡的 第一个定义 第一个定义 那这个死亡的 首先我们结束 解释一下这个周期 周期是什么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 生活当中 除了这个真正的死亡以外 还有有好几个时候 我们都可以 除了这个真正的死亡以外 还有在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遇到 好几 有几次都是跟死亡相似的 那么这些都是有周期性的 这样子的意思 那首先是 第一个 第一个类似于这个死亡 而且有周期性的这个活动 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深度的睡眠 比如说一个人 深度的睡眠 从这个 从生活 从现实生活当中 进入深度的睡眠 这是一个阶段 然后第二个阶段 从深度的睡眠当中 然后开始 做梦 这个是第二个阶段 然后第三个阶段 从这个 做梦 从梦里面 又回到了这个现实生活当中 这是第三个阶段 那 这三个 跟我们的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死亡 实际上 它的神度不一样而已 神度不一样 它的这个整个过程 是完全是一样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 人死了以后 他就忘记了所有的 这个上一时 上一词 发生过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 这个经历 他都忘了 这样子以后呢 他没有办法知道 上一词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从死亡 从这个睡眠当中 我们 醒过来了以后呢 我们还是记得很清楚 实际上 这两个过程 是完全是一样的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里面呢 有一种方法 是模拟死亡 模拟死亡 为什么要模拟死亡呢 通过这种方法去训练 通过这种方法 通过这种模拟死亡的方法 去训练 训练了以后呢 当他真正的这个遇到 真正的面临这个死亡的时候呢 因为他有一种 这个之前就有这种训练 所以这时候呢 他可以很顺利的 面对死亡 那什么叫做 很顺利的面对死亡呢 他是不是不害怕呢 不害怕 当然是其中一部分了 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那 学藏传佛 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专门绣 这个专门的绣法 有一个是专门的绣法 这个绣法叫做 中阴 中阴的绣法 中阴是什么意思呢 那种是我们的前世 跟后世 中间有一个过渡的这个时间 前世的身体离开 后世还没有 还没有 投身 在这个中间有一个过渡的时间 这叫做种 营 就是硬和阳 营阳 营阳当中 我们现在的生活 或者是我们下意识的这个生活 生命 这就是 这就是阳 阳 为什么是阳 是因为我们的干官 可以看得见 摸得着 是一个这样子的时节 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生命 所以叫做 阳 然后硬是什么呢 硬 它虽然是存在的 它的这个时节 是存在的 它也是一种生命 它的这个生命也是存在的 但是呢 我们的普通的这种感官 它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 所以叫做 在佛教里面 这叫做阴 阴和阳 中间的一部分的这个世界 中间的一段世界 叫做中阴 中阴 那在这个中阴的这个阶段当中 它也有 也有这个生命的存在 而且 专门修这个中阴的人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是一种 成就的机会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成就的机会呢 平时我们今天我们上午也提到过 禅 搭着 修禅 禅的这个 最高的这个最高端的禅 是什么呢 是正吾 正吾 吾道 开吾 那他正吾 为什么通过禅 可以正吾呢 平时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思维 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这个 波动 波动的这个复读 是相当大 相当大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没有办法 提吾 没有办法正吾到 我们自己的 内心实戒的本质 没有办法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波动很大呀 有各种各样 我们佛教里面叫扎念 有各种各样的思维 有各种各样的情绪 负面的情绪 正面的 等等有很多的这些扎念 各种各样的念头 而且这些扎念的这个波动 幅度也是很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没有办法 体会到 我没有办法 看清 我们自己的 内心的世界 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那通过禅 通过禅 把我们的这个 内心的 这个幅度 波动 慢慢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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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禅 慢慢的降低 最后就到达一个 一个 一个 这个 很平稳的一个水平 这是没有波动的 虽然是有波动 实际上是有稍稍的波动 但是呢 这个不会影响 不会影响 而且我们也感觉不到这个波动 那这种情况下 它是可以体会到 它这个我们的内心的世界 它的本质 本质 死亡的时候 跟禅 是有同样的这个效果 死亡的时候 为什么 死亡的时候 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自然的过程 有一个叫做 常识 常识 那这个常识 是我们的这个 佛教的心理学里面讲 它分了这个 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今生 就分了八种层次 今生 我们的内心世界 分了八种 八个层次 不同的层次 最外表的 最表面的 是我们的眼耳必似神 我们的眼睛 可以感觉到 这个光的存在 除觉 听觉 实觉 这是最表面的 最表面的 然后这个的 最低层的是什么呢 最低层的是 我们今天早上 提到的这个常诗 佛教里面也叫做 阿赖耶诗 然后就回到 这个阿赖耶诗的过程 回到阿赖耶诗的 这个层面上 这时候没有任何的扎念 没有扎念 没有任何扎念 在阿赖耶诗的层面上 然后再突破阿赖耶诗以后 然后他可以看见 提五到我们的内心的本质 在我们佛教里面 这叫做佛心 叫做佛心 佛心是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 内心的实节 它的本质 它的本质 是一个非常纯洁 非常纯洁 没有任何的这个 无垢 但是呢 因为我们人 不会永远的 停留在这个状态当中 因为我们的 餐厅的功夫 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 我们 虽然我们的本质 是一个非常纯洁 非常清净的一个 这样子的这个层面 但是呢 从我们离开了那个以后 那我们的心里 就会有贪阿 惩阿 吃阿 等等有各种各样的烦恼 有各种各样的情绪 但是这些情绪在死亡的过程当中 死亡的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这些所有的这些情绪都会归零 自然的归零 比如说深度的昏迷 深度的昏迷的时候 昏迷的时候呢 然后眼睛看不见 听不见 这就是证明 实觉 听觉 这些都停止工作了 停止工作了 也不存在 然后呢 这个深度的睡眠 还有这个昏迷的过程当中呢 也没有思维 没有思维 这时候呢 我们的思维的这个 你这个医师 他也已经停止工作了 这些都不存在 然后最后 最后它就是一种自然的过程 就所有的这些 这些 这些念头 都归零 那么归零的零是什么 零 零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藏食 藏食 那就 这个 死亡的时候呢 自然的就把所有的这些念头 慢慢慢慢减少了 以后就归零了 那这个时候 有修行的人 训练 训练好了以后呢 这里呢 就有一个自然的 这个回归的一个过程 归零的过程 在这个当中呢 他们可以征悟 他们可以征悟 所以 死亡 很多人 对很多修行人来说 修行人来说 它不但是不是一个恐怖的东西 而且 它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提升自己的心灵的一种机会 是一种机会 对一个修行人来说 由训练的人来说 那死亡 它是一种机会 这是一个 平时我们的 在人火车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杂念呢 不能归零的 没有办法归零的 通过产丁是可以归零的 但是呢 产丁的这个归零和死亡的归零 是不一样的 死亡的归零是 把所有的这些 这些我们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思维的活动 全部归零了 全部 这是短暂性的 全部归零了 这个深度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 这时候就很容易 争悟 所以我们 佛教徒 尤其是藏传佛教 他有一个专门的训练的方式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死亡是一个非常空谱的 或者是一个很小极的 是很悲观的 也不能这么认为 死亡 其实如果有这种训练的话 他死亡 不但不是一个很空谱的事情 而且是一种提升自己的心灵的一种机会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 有一种修法叫做中阴的修法 另外还有一种修法在藏传佛教里面 睡蒙 梦瑜伽 梦瑜伽就是蒙的修法 做蒙的时候的一种修法 做蒙的时候为什么有一种修法呢 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死亡 他深度的这个睡眠跟这个死亡是有点类似的 相同的 然后从睡眠当中 开始就从这个睡眠当中 深度的睡眠当中 出来了以后呢 开始做梦 开始做梦 那这个时候跟我们死了以后 人死了以后 然后他一段时间当中 他是昏迷的状态 然后这个昏迷的状态过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平时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了 中阴 中阴生是什么 中阴生 他也是有他自己的时节 是我们的这个眼睛 看不见 但是呢 他也有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也是 也是一种物质构成的 但是这个物质不是我们现在的 这个光 他的这个光 他身体的 我们的这个眼睛 是看不到而已 实际上 他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时节 那这个跟我们的做梦的时候 梦里面的这些发生的一切 跟这个中阴生的时候 从这个深度睡眠再出来的这个状态 深度睡眠出来做梦 死亡 昏迷的状态当中再出来 这个 出来以后叫做中阴生 这两个是 这两个是完全相似的东西 很相似的 但是我们平时 我们没有训练的人就不知道 其实这两个是一回事 这两个都是 这个我们的生命的一种活动 然后 从这个 做梦 梦里面再回到 再回到这个现实生活 再回到现实生活 然后死亡 这个昏迷 中阴 然后从中阴当中 再去透神 再去透神 这个是我们从梦里面回到 现实生活 跟这个中阴 再去透神 这两个是完全是一样的 这一个道理 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三个是一个轴起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 睡眠 做梦 然后又回到现实生活 这个是 它也是一个周期性的 一般都是 24小时之内 24小时之内 有一次 每天都是这样子 24小时 每24小时当中 就会发生一次 深度的睡眠 从睡眠当中 再做梦 从梦里面 再回到现实生活 这个是每24小时当中 会发生一次 在正常的情况下 每24小时 它的周期 有多长时间呢 基本上都是24小时之内 它就在正常情况下 会发生 这是一个周期 蒙 然后死亡 它也是有周期的 也是有周期 比如说人 那有可能是五六十年 七八十年以后 每过一个这么一段时间当中 在这个前后 会发生一次 一次是深度的这个昏迷 深度的昏迷当中 再出来 中阴 然后从中阴当中 然后就由这个投身 这三个的过程 这三个过程 是也是一个周期 每过一段时间 就会发生一次 所以叫做周期型的 周期型的意思是这样子 生命的活动 生命的活动 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活动 比如说太阳 有太阳的活动 这也是一个周期型的太阳的活动 很多的天体 都有它自己的周期型的活动 然后地球也是这样 然后我们身边的万事万物 很多东西都是有在 有周期型的一种活动 运动 那我们的死亡 那我们的死亡也是这样子 简单的说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 一个生命的结束 结尾 而且是一个生命的这个活动 它是一种生命的活动 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是一个生命的 周期型的生命的活动 然后第二 认识自我的最佳时期 死亡 是认识自我的最佳时期 那么什么叫做认识自我呢 平时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学很多东西 很多人都掌握了非常非常多的知识 掌握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欣喜 欣喜时代 每个人都知道很多的欣喜 每个人都知道很多的 每个人都掌握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但是有一个盲蝶 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所有的普通人 有一个盲蝶 这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自己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梦点 科学家 他可以研究很多很多的东西 他可以知道很多东西 他可以告诉我们 很多很多的真理 但是呢 他唯一的一个什么呢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是什么 哲学家也是这样子 哲学家 通过哲学 通过逻辑 他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等等 他会他也会探索研究 但是呢 他的一个盲蝶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是什么 笛卡尔说 我死 何故我在 就是说因为我我们可以怀疑各种各样万事万物的这个存在 他到底存在或者不存在可以怀疑 但是唯一的一个是不能怀疑我自己存不存在 不能怀疑 为什么不能怀疑呢 就是因为我在思考 我在思考这个东西 我正在思考 所以我肯定是存在的 如果我都不存在的话 那么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呢 意思就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也是错误的 从佛教的教导 这也是错了 到底谁在思考 我们会说我在思考 我们也会说我在做事情 但是我到底是什么 这个我们都很不知 都是一个盲点 这个非常简单 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会说我的头我的手我的腿我的皮肤 有些时候我们会这么说 那么这些头收腿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我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所拥有的 那么我是谁呢 那你自己是谁呢 头是你的 腿也是你的 手也是你的 这些都是你的不是你 那么请问你自己是什么 头不是我 是我的不是我 手也不是我 是我的也不是我 腿也是我的但不是我 都不是我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到底我是什么呢 嗯 我们都说不出来的 我们不知道我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嗯 那么最后我们也许会说 那意识啊 人的意识是我 但是这个也不对啊 但是这个也不对啊 我们会说我的意识啊 我的大脑啊 我的意识清楚不清楚我的大脑 那我们也会这样子嗯 那这样子以后呢 我是什么呢 这个身这个这个这个柔梯或者今生上我们没有啊 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我啊 我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的仇向的嗯啊 是一个完全是一种仇向的概念嗯 他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啊 那怎么可能呢 我们没有我我不是一个实质性的东西个仇向怎么可能呢嗯 是不可能 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我是什么啊 不可能没有我 但是呢我们不知道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啊 大家可以啊 自己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有人来问啊 问我们啊 请问啊 你是什么 你是你这个这个人这个柔梯或者今生上啊 那个是你什么是你嗯 这样子的话我们不知道啊 就是这个我们的所有的答案都是错误的 那所有的答案都是错误嗯 这时候我们啊不知道我是什么 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会守啊 比如说我头疼的时候呢 我们会说我很疼啊 我手疼的时候呢 我们我们会说我疼啊 推疼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说我疼啊 那从这个角度看呢 头也是我呀 手也是我呀 腿也是我呀 都是我啊 那刚才另外那个角度去讲的话呢 去分析的话呢 腿也不是我 手也不是 头也不是我 都不是我 那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一个 是一个 大家都不是很清楚的 啊 是一个盲点啊 但是这个恰好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烦恼啊 所有的痛苦就是来自于这里嗯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苦恼啊 所有的痛苦所有的不开心啊 的来源正好是啊 正好是这个我啊 但是我们正好不知道的我们不不明白的我们的盲点也是这个我啊 也是这个嗯 所以我们平时我们啊不知道我是什么 但是呢 死亡的时候嗯 死亡的时候 当我们的所有的啊 这些情绪啊 所有的情绪啊 所有的这些念头都跪灵的时候都跪灵的时候 那灵是我们的本来棉母啊 本来棉母啊 中国产宗啊 将啊 本来棉母啊 在产宗里面呢 经常都提到本来棉母啊 什么是本来棉母呢 就是说人的本质啊 人的本身的棉母啊 没有做过任何的这个修改啊 没有做过任何修改的他的自然的啊 这个状态 自然的状态叫做本来棉母 嗯 那本来棉母 我们把所有的念头都跪灵的时候啊 这是我看得很清楚了 比如说啊 比如说一通水啊 一通水啊 然后这个水在冬摇的时候呢 我们看不见这个水的地啊 这个水的底我们看不见啊 这水底下有什么东西看不见的 嗯 当他听下来的时候啊 当他听下来的时候啊 他没有冬摇的时候呢 然后看得很清楚啊 这水这河里面的石头沙子啊 都看得很清楚嗯 谁有这种波动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啊 同样的 当我们有这么多的念头有这么多的这个扎年 而且这个的幅度很大的时候呢 我们啊 我们啊 根本就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 根本不知道嗯 但是所有的念头都跪灵的时候啊 这时候呢 我们非常的清楚的看得到自己是什么啊 原来我真正的我是什么嗯 真正的我自古以来 无数个宗教啊 无数个宗教啊 也在分析这个我啊 啊 这是什么呢啊 比如说 比释迦牟尼佛 比佛教还古老的这些宗教 也在造也在寻找这个我啊 有些人说这个是嗯 这个凡田啊 翻天啊翻天自我或者是大我啊等等 他们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词汇啊 用各种各样的俗语来庙述啊 其实他们也没有找到真正的我啊 然后自古以来这么多的 除了宗教以外的这些哲学啊 也在探讨也在探讨到底是什么 是我是什么 什么叫做我嗯 也没有找到一个呃 比较满意的这个答案嗯 嗯嗯嗯 那这时候就是死亡的时候啊 一定会找到啊 这个我们普通的人呢 就是因为我人活的活着的时候没有找到答案 我死了怎么会找到答案呢 这不就很可笑嗯 其实不是这样子啊 其实死亡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样一切都结束了 他不是他只是一个生命的活动 而且这个时候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些啊 垃圾年头都归灵了 以后呢他生下来的是一种是一种我们今生的一种潜在的 这个啊这个啊这个能力啊 那欠在的正能量啊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完全可以去挖掘 挖掘我们今生的这个潜能嗯 潜在的这个能力啊 潜在的功能啊 这个时候可以挖掘 那这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啊 我们自己的本心是什么啊 本心是什么 那简单的说啊 简单的说啊 简单的说本心是什么呢 本心就是佛心啊 佛心啊 佛心 佛心嗯 佛心是我们的所有的啊 啊啊 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切的这个出发点啊 集处是佛心嗯 先有了佛心 然后我们在这个佛心上面啊 就如果正无了 五了一个字 五就成佛啊 密啊 然后就是开始是啊 就形成了这个这个时间 嗯 这是一个这个佛心是啊 是这个无和谜啊 成佛和终生的一个分叉路口啊 分叉分叉路口啊 那这时候就死亡的时候 有一个啊 自然的啊 这个所有的这些年头啊 这都会推锁会收锁 就归零啊 这时候呢 是一个这样子一个这个机会 所以这时候是人是自我的 人是自我的最佳啊 最佳时候 嗯 所以很多的修行人啊 很多修行人 尤其是修藏传佛教的密发 密宗的修行人啊 他们不但是对死亡没有空拘啊 没有不但是没有空拘啊 而且他们真的认为这是一个一个提升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嗯 非常好的机会 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生命的活动啊 生命的活动当中呢 唯一这个死亡的时候 才能够把所有的啊 所有的这些啊 这些思维的波动可以归零 完全可以归零嗯 嗯 其实这个是我们禅定最后要达到的这个境界 也是这个啊 通过禅定 嗯 通过禅定要下很大的功夫啊 花很长世界啊 最终他要达到的是什么呢 他要达到一个非常清净的境界啊 什么叫做清净呢 嗯 就是没有这些啊 没有这些负面的啊 没有这些负面的这个思维 情绪 这些负面的这个情绪 对所有的这些烦恼啊 都消失了以后呢 消失了以后呢 在消失之后的状态啊 之后的状态 是禅定需要达到的境界嗯 禅定需要达到的境界 那么在死亡的时候呢 他不需要禅定的功夫啊 这是一个一个自然的啊 这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活动 就自然而然就会回归到啊 回归到灵啊 回归到灵的状态嗯 但是呢我们普通人啊 我们没有被训练过 或者说我们没有经过这个训练的人啊 从这个灵当中啊 立即又会出来的 我们感觉不到灵是什么 灵的本性是什么 我们感觉不到 因为我们没有训练嗯 有训练的人 有训练的人 一进入到这种这种啊 呃 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然后他立即就啊 认识到 真正的这个 他体悟到啊 这个状态嗯 佛心 他体悟到佛心啊 体会了 那这个就叫做 叫做这个正悟啊 这叫在藏传佛教里面 这叫做中阴解脱啊 中阴解脱嗯 解脱就是称佛了中阴解脱啊 他是一个这样子 然后嗯 在藏传佛教的这个中阴的修法里面呢 他有一系列的啊 这种修法啊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蒙的瑜伽啊 蒙瑜伽 是其中的一部分 蒙瑜伽 嗯 嗯 现在西方啊 也有 也有人啊 去研究蒙啊 啊 然后呢 他们的这个 有一部分的方法 是来自于这个西藏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蒙瑜伽 嗯 他们通过这种方法成功的 认识到 做到了一部分 一部分是什么呢 第一个 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 做梦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人都是不知道自己在做梦 嗯 一般人都是不知道 嗯 然后又这个训练 又这种方法的人呢 一做梦 立即就知道我在做梦 嗯 立即就知道我在做梦 嗯 那知道了以后又怎么样呢 他指导了以后呢 可以操作 嗯 蒙 是可以被操作的 嗯 它是一种一种特殊的 啊 特殊的生命的活动 可以借这个啊 啊 就是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 可以这么说 我们进入了一个生命的另外一种状态 啊 另外这个跟现实生活是有点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啊 那这个蒙 它本来是一种虚幻的世界 同时也是可以被操作的啊 啊 有通过这种方法操作啊 操作啊 操作了以后呢 蒙我们也可以利用啊 通过这种方法 然后提神啊 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嗯 对这个到底蒙跟我们的现实生活 到底它的区别在哪里啊 啊 那我们非常的非常的在乎我们现实生活 我们不在乎这个蒙里面的一切嗯 那是为什么啊 他有一种这样子的方法啊 那西方的这个 这研究蒙的人 那就用了一部分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啊 这个方法 然后他们做到了什么呢 他们很成功的啊 啊 做到了这个 认识蒙啊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是认识蒙 认识蒙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做蒙的时候 我立即随时都啊 随时都知道我在做蒙嗯 嗯 这个西方也也也也做到了 西方的很多人也在也在研究啊 那么他们用的这些方法呢 就是在藏传佛教的蒙瑜伽里面的一些方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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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皆有情 郭先生以贩卖甲鱼为生 他在村边河流旁的鱼温里 饲养了许多甲鱼 郭大哥 鱼温里的甲鱼已经长得够大了 卖掉它们你又能大赚一笔了 是啊 刚才就有一家餐厅来订了几十只甲鱼呢 听说最近很流行吃甲鱼 大家都说甲鱼很补 吃了对身体好 所以郭大哥你就等着发财吧 一直至甲鱼因被送到了餐厅 以及千家万户的厨房砧板上而丧命 郭先生也因此造下了许多恶业 小郭啊 你今天又卖掉了许多甲鱼是吧 是啊 这家餐馆的招牌菜就是甲鱼 所以它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我这里买甲鱼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甲鱼的下场呢 甲鱼的下场 它们当然是被做成了菜 让人吃进了肚子里啊 那你心里不会感到愧疚 觉得对不起这些甲鱼吗 这 为什么呢 我养这些甲鱼就是为了赚钱吗 大家买我的甲鱼不也都是为了吃吗 这是理所当然的 有什么好愧疚的 你看 它们生活得多么快乐 它们也有温暖的家庭 就像我们一样 你想啊 如果它们的亲人被抓走 它们会多么伤心啊 郑姐 你这种想法真是太奇怪了 它们是甲鱼又不是人 哪会知道什么伤心快乐 它们知道的 小郭啊 万物皆有灵 我劝你 还是不要再做这种杀生的生意了吧 难道你就不怕 那些因你而死的甲鱼 来找你偿命吗 诶 郑姐 你越说越离谱了 不就是卖几只甲鱼吗 啊 有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吗 唉 郭先生不听劝告 依旧继续贩卖甲鱼 很快 果报便降临到他家里 郭先生的独子得了一种怪病 医生 我儿子背上的皮肤究竟是怎么了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嗯 你儿子这是很罕见的皮肤病 我建议还是先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吧 好吧 也只能这样了 好痒啊爸爸 我好痒啊 医生 我儿子已经住院一个多月了 他的病怎么都没有好一点呢 你儿子的病非常少见 你别太着急 我们正在想办法控制他的病情 唉 最近很少看到郭大哥来鱼温啊 是啊 这段日子他都在医院照顾他儿子 怎么 他儿子生病了 嗯 我听说他儿子得了很奇怪的皮肤病 背上的皮肤变得像甲鱼的壳一样硬呢 啊 怎么会这样啊 这都是报应啊 有那么多的甲鱼从小郭的手里卖出而丧命 他怎么能逃过因果报应呢 要知道甲鱼可是很有灵性的 啊 嗯 越来越多的村民劝郭先生不要再养甲鱼来卖了 可是他却丝毫不放在心上 依旧继续从事着这种杀生的行业 小郭啊 你池里的甲鱼不多了 你应该清一下鱼温 把它们全都卖了 然后等明年春天 你再多养一些甲鱼才对 唉 还多养一些呢 这些日子村里的人都劝我不要再养甲鱼了 为什么 他们说我儿子会得奇怪的皮肤病 就是因为我养甲鱼来卖而遭到了报应 还说甲鱼是很有灵性的 不能伤害他们 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嘛 你不会真的听了他们的话 打算不再养甲鱼了吧 唉 那怎么可能 我也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 你放心 过几天 我清了鱼温 就让你来再甲鱼 明年 我还会继续养的 这一天 郭先生准备清理鱼温 他将鱼温挖开一个小洞 让水流入河里 水流干后 便可以将鱼温里的甲鱼 一网打尽 然而 当他放水 放到一半的时候 水流突然将通往河流的开口冲开 变成了一个大洞 哎呀 不好 这么大的缺口 甲鱼会跑掉的 完了 完了 全跑了 甲鱼全跑了 郭先生 沮丧地看着空空的鱼温 这时候 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这几只甲鱼 怎么又爬回来了呢 咦 它们 是要爬去哪里呀 好奇心 让郭先生 尝那三只甲鱼 走了过去 啊 它们嘴里 还钓着小鱼 这是怎么回事 诶 这只甲鱼 怎么没有逃走 哦 原来它的脚 被破鱼网给缠住了呀 而鱼网又被石头给压住 难怪它跑不了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这些甲鱼之所以返回来 是为了救它们的同伴呢 是啊 小郭 你看这些甲鱼 它们都已经逃到河里 获得自由了 但是想到自己受难的同伴 还留在这里 它们仍是义无反顾的 带着食物爬了回来 这样的情谊 难道不比我们人类更真诚吗 看到这一幕 你还会说 它们只是我们的食物 不知道伤心和快乐吗 是啊 我有些相信你说的话了 它们或许真的跟我们人类一样 有着丰富的感情 所以它们才会不顾自己的安危 带食物回来给同伴 是啊 我们都希望一家人能够平安 和乐的团聚 同样的 动物们又何尝愿意骨肉分离呢 郑姐 你说的没错 这些甲鱼的爱 和我们人类都是一样的 是的 这些甲鱼真的非常有灵性 小郭 我们一起帮助它们 回到河里快乐的生活吧 嗯 好的 于是 郭先生和这位村民 一起救出了那只受困的甲鱼 他们为什么对着我点头 他们是在向你说谢谢呢 小郭 这是怎么回事啊 鱼温里的甲鱼都去哪了 我把他们全都放走了 啊 什么 你说你将甲鱼都放走了 我没听错吧 没错 我将他们都放生了 以后 你不要再来我这里买甲鱼了 我也不会再养甲鱼卖了 啊 放生甲鱼后不久 郭先生儿子的病也痊愈了 小姐 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亲眼目睹了那些甲鱼的行为后 我下定决心 不再养甲鱼了 爸爸 那些甲鱼对同伴真好 哎呀 郭大哥 你儿子什么时候出院了 他都好了吗 是啊 前几天刚出院的 说来也奇怪 前些日子 经过那么长时间的治疗 也不见好转 却突然说好就好了 小郭 那是因为你心存善念 及时悔悟 救了那么多的甲鱼 所以小杰的病情 才会很快好转的 嗯 现在我知道了 做人就应当要心存善念 爱护生灵 才是对的呀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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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